長洲太平清早在下月17日舉行 同日還有長包山大賽 今年一共有220人參賽 一眾參賽者齊集在長洲參加訓練 準備下星期的選拔賽 張聲偉去看過 雖然只是訓練 但是一眾參賽的建議都出盡全力向上爬 目的是要爭取在一個星期後的選拔賽入圍 鄭麗莎希望三年冠 訓練都不敢怠慢 在之前來說每一年都有突破 今年我覺得剛才練習之中都很輕鬆 還有都覺得自己的感覺回來 所以希望自己在選拔賽那天 都會有這個心態 郭家明拿過四屆冠軍 不過近兩年就三甲不入 但是仍然再接再例 因為引起上星 那個訓練和長包山 向上攀爬的動作很相似 因為我手臂力量 可能比較弱 所以要集中訓練 220人參加 最終只有12個人可以晉身決賽 在下個月17日再回到長洲長包山 到了真正比賽當日 大會就會將8000至9000個這些仿真包 用繩綁在包山上面 而獲得最多包的參賽者 就可以獲得大會新增的獎項 代代平安獎 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就說 去年有5至6萬人去長洲參加太平清照 相信今年會比去年多一成 鬧歡頻電視記者 張聲偉報導 張聲偉報導